吠こわれてる 動画で視聴者の番組はCIOC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 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Dual Lens 風機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金爸爸 首款打開LINE0秒開機台 喂 大家好 又到了歡樂的時間了 齁 我跟你講 Bili4X 真的好看的啦 B4已經有先拍那個交車了 交車就很好看了 我們昨天那個兩個多小時的直播就夠精彩了 昨天那個直播就很精彩 我們把昨天的直播當露下來有沒有 就足以放三集了啦 我們昨天本來是要這個 想說挑戰一下高雄到台北 然後如果有看直播 沒有看可以去看昨天那直播算有點長啊 不過還蠻好笑的 就是整個下來我跟阿呆的那個 我是不會有里程焦慮我覺得阿呆很有 很焦慮但我的 我的是你會覺得說 到底會不會到好像會到好像不會到然後那一路上的那種 心情有沒有 的那種變化 蠻有趣的然後事實到證明真的 到不了 然後 安坑就下去然後更精彩的來了 對不對我們去TOYOTA要充電 真的被我直播到 沒有得充 然後之後只好去找公有停車場 公有停車場又精彩了 公有停車場遇到 遇到一個 一台特斯拉 一台停兩個車位 再充電 害我們進不去 我覺得昨天真的是遇到了所有的那個 開電車會遇到的事情 昨天真的都讓我們遇到了你不覺得嗎 我覺得昨天真的很好玩 就只剩下 沒有遇到說給我1000塊 還叫我充電樁讓他這樣而已 要不然我差不多昨天都遇的差不多了 你知道嗎 昨天那個不是在講特斯拉 那個還在講說公有停車場在設計這個 停車位的時候也設計的太小了 我們不是說要拿特斯拉出來學流程盒 不是 就是他真的其實我講 實在話他真的很靠邊的話 我就進得去了 但是會很擠 但是問題就是 他也沒有要靠邊的意思 所以他 就站到另外一邊 我就連進都進不去了 昨天的狀況是這樣 衛星導航都沒看 對 衛星導航上面都沒有秀出有充電樁 沒錯 所以昨天真的遇到很多 很有趣開電車會遇到的事情 並不是說焦慮 而是說你覺得他就是介於好像會到也好像不會到那種狀況 就很有趣 沒有 昨天就很有趣嘛 到底要不要衝 我們是要繼續衝還是要下交流道 就遇到那種很有趣的狀況 然後也有人留言跟我說 找充電樁的時間都已經到家了 昨天就是在類似這種狀況 一大堆網友在那邊幫我們出意見有沒有 幫我們找充電樁 有的沒有的 車為什麼不預估會不會到 我跟你講 Toyota 這台BD4X他的里程不是那種倒扣的 比如說像特斯拉你充飽假設450 然後他是一直往下掉 你就可以預計嘛 你平常在開 比如說這個450大概就是可以開 380 打8折打7折 你就會知道嘛 你就可以算 可是不是喔 昨天BD4X他那個里程的計算方式是 他是浮動的 他一開始我們是330公里 然後他會一直浮動一下子多一下少一下多 他不是說一直減少喔 他不是那種 倒扣型的喔 他是實價 我昨天在直播有講他是像去漁港吃海鮮一樣實價 就是浮動的 所以就特別難計算 喔對昨天還遇到跟車 跟到要撞前面的 真的很好玩 沒有偵測到前面的車一直加速往前衝要去撞前面喔 昨天都拍到了 我覺得昨天 真的 可以減三集啊 喔對昨天還有喔昨天路上還目睹 車禍 自撞 喔昨天直播真的 超多東西的 你們有看過的提醒我我才想起來 而且我們本來以為沒拍到 結果後來真的還有拍到 那個跟車 然後他就是沒有偵測到 前方的車一直往前 啊啊啊啊啊啊啊 然後到 我會怕然後我就踩煞車了 一路不減速一直加速往前撞 那可能是下雨有沒有 水花啊或是雨啊然後可能影響到他的偵測 他沒有偵測到前面有車 我昨天大概發生了 我記得好像七八四吧 一直往前撞 超刺激 現在第三方或者 公有充電有個問題不知道到底過去看充電樁是有幾個空位 對啊 像昨天我去那個 停車場他就只有兩個 然後又被 一個胖胖擋住了 所以 等於零個 好險那個胖胖沒多久就走了 沒save比較精彩 我們本來就沒有在save啊 我們真的本來就沒有在save HRV大改款了 我已經訂了啦字凱你都沒有在追我們的IG齁 我今天IG限時動態就有了 都簽好了錢都給人家了 最近買太多新車了啦 你們家 就比較好心的啦 那天平 給我們看一個 沒訂閱金給我們訂閱一下 有沒有走路啊 5月的時候聲音又那麼差 我真的頭痛了 你不要看我現在這樣我現在頭好痛喔 我是真的痛耶 我現在頭是痛的 你看我現在有什麼新車 我有暴力壓新的 我還有一台手排的SWIFT也是新的 然後還有 BZ4X 柯P也去買一台販路的 Porsche還沒來沒關係 Porsche只付30萬而已 我這麼多新車 都沒銷 給我套一下 我真的打到這麼痛的 你要跟我們訂閱分享一下 真的 那朋友親一下的朋友 你說沒看小事沒關係 跟我們聽一下 HRV大改款怎麼看 今天訂了 等交車回來再跟大家分享怎麼看 是因為HONDA沒找你試乘 你不爽乾脆直接訂一台回來看 沒有啊沒有啊沒有不是啊 很久以前我就說了 那跟有沒有 找我試乘其實不太有關係 而且其實認真講他有找我試乘 我不要 對不對煞車燈我之前就講他鼓勵他嘛 因為他把那個大鋼牙的尾燈拿掉了 所以我們就把他訂一台回來 鼓勵他一下 怎麼沒買白的 我跟你講為什麼沒買白的 我本來是要訂白的 你們仔細去看他們 公佈的一些照片 白色的頂規版的水箱護照銅色 那個看起來很像那個喇叭蓋你知道嗎 後來我發現黑色的反而銅色沒那麼醜 所以 我就跟阿呆 我們在拍片的時候 訂車的當下 我跟阿呆異口同聲 就改黑色 不然我們本來 講好要買白的 HRV價錢建議買FIT嗎 等我試到車我再跟你們分享 我簽到車交車試車 我再跟你們分享說到底 買哪一種好 好不好 HRV的選配項目很驚人有選配哪些配備 配備我18號的時候才會選 因為18號他有 展監才會有車 所以18號之後我還會去看實車之後 可能才會選 所以我還沒有選東西 新的發比亞1.0值得買 如果長期持有他妥善率可以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一件事情 新的我還沒有去研究 那你問我說長期持有的妥善 可以嗎這件事情 我可以跟你追溯到 我覺得現在的發比亞的前一代 大概就是2012年左右的那一代 第一代那算第一代吧 第一代發比亞現在 已經 小毛病很多了 好那就是10年 所以跟Mobo很像你有沒有發現 所以這種進口車啊 也比前三年前五年你可能都覺得 其實 好像 很OK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我跟你講日系車跟 進口車我自己 遇到的 經驗感覺起來就是 長期持有的話 進口車到越後期越需要花你 更多的 維護的費用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可能前面的幾年大家可能 比較不出來 你像我BMW 兩年 能花到什麼錢 原廠也保固 就保養三次 一次6000多 平均大概7000多啦 也沒花什麼錢啦 所以前幾年其實 我覺得那個差異是很小 投散率的差異其實是很小 哎唷 我雕貨一隻車嘛 可是因為保固所以 我只有 花費到時間成本而已嘛 他也是 脫掉什麼都免費幫我弄好了 但是 事實上前幾年的進口車真的 不太有差 那你說那個218你看到五年八年 還會跟 日本車一樣 投散率嗎 我覺得是不至於啦 那當然你要開進口車 當然你這五年八年內 你享受到的東西 是不一樣 這本來就是這樣講 公益車暫時不會收嗎 目前公益車的部分 我們可能還是要評估一下 車款跟車礦 我在這邊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公益車的部分很多人 真的都很有愛心 可是 真的我們還是要顧慮一下 車種跟 車礦 像 真的有一些 進口車啦 Volvo的啦 福斯的老車 要捐我們都 一律 可能就 比較婉拒啦 可能我會說最近不好意思 最近公益車太多了 因為我們也不好意思直接 婉拒說你的車我怕回來 害到別人還是怎麼樣 大家都會覺得自己車很棒 所以我們也不要去嫌人家的車 好不好 所以不是說暫時收不收 其實就是要評估一下 車礦 雖然我們要做公益 也不要說 賣給人家一台車 然後讓人家回去問題多 或修車什麼 有人會說 不會啊 小四 我這沒辦法 我塞幾個年 沒什麼問題 我跟你講 車子是這樣子啦 有時候車在你這邊沒問題 在人家那邊就開始出問題 這種屢見不鮮 這算常有的事情 所以我也不是說你的車很爛是什麼 有時候我們自己開沒問題 不代表下一個人接手不會有問題 真的啦 你們一定遇到這種狀況 假設你們有自己賣車 有些人為什麼不喜歡賣車 給自己的親朋好友 我自己在開的時候 車礦都很好啊 沒問題啊 然後 你誰誰誰 親戚說 我這個 你車要賣 不然我便宜 跟你買回來 給我女兒 給我兒子 學開車 好啊 我塞也沒什麼問題 親戚 自己人 三萬兩萬 好啦好啦 牽去牽去 對不對 結果回去人家 欸 小四啊 為什麼你的代步車 才沒兩天就走運動 我塞都很好啊 奇怪 好沒關係 我才來修理 雖然他說沒關係 可是你心裡就覺得 你來跟我講是怎樣 抱怨 還是叫我保固 有沒有 就有這種感覺 就算對方 他不是來怪你說 如果比較GY的 會不會在親朋好友 頭上頭 我告訴你 老實的 我的代步車 把我們什麼什麼的孫子買的 結果 都沒說 有問題都沒說 回來塞兩天就走運動 冷氣不冷 真的有意思 自己人親戚 朋友 好比 有問題跟我們說就好了 對不對 我們不是沒有錢 好修理 對不對 不說 讓我們 讓我們趕快調車 我們趕快調車 他沒有直接來跟你講 傷害更大 對不對 如果直接來找你講 在裡面你講 雖然搞不好沒有要你賠 可是 你聽了也怪怪的 好像在跟我抱怨什麼 所以其實真的有遇過這種狀況 我真的遇過很多 消費者 我就跟他講 你朋友有沒有朋友賣一下 我才不要賣朋友 之前賣一個親戚 怎樣怎樣怎樣 全問題聊聊 真的就 就有人 不喜歡做這種事情 可是這個真的 現實常在發生的 不是在跟你們亂開玩笑的 最近在裡面買芋龍仙草 發現13到17的 CVT變換箱很多災情 為什麼那麼多 車用CVT變換箱 就仙草那麼多災情 該注意什麼 不用 不用注意什麼 有我罩你 不用怕 我很少賣 13到17的 仙草 如果 比較常在看我們的 賣車網站的就知道 所以 我對這個車是 有挑的 好不好 我一定挑完 覺得他的 出問題的機率 比較不那麼 高 我才會賣 那即使 真的不小心遇到 這個也是你為什麼要跟我買 我們常常 有時候消費者難免會抱怨嘛 我們賣二手車有時候消費者遇到一些車的問題 不小心真的抓溫度了 不小心真的沒電了或什麼 當然也是會抱怨我們嘛 可是他通知我們我們一定是馬上去 協助救援 安排代步車怎麼樣 我們一定是馬上去處理的 但是還是難免會有些抱怨嘛 可是有時候我們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還是會跟消費者講說其實 潮水退了才知道誰沒穿褲子嘛 我們一直在強調服務 那你需要的時候我們真的有來服務 那就代表你當初選我沒有錯嘛 你跟小師 買車不是小師跟你講說 幾世人都不錯 英文都不錯 對不對我們也不會這樣子去跟你 拍胸脯保證 但是我們保證 你車有問題我們一定會在 一定會協助 就是這樣 事情發生了我們真的有做到 不是說不接電話不理你 閃躲 我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有大概十幾個 服務人員嘛 那其實裡面不罰 有一些以前是在別的車行上過班 其中有一個我特別拿出來 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他之前也是在某一個知名的 二手車商上班的 你知道他剛來的時候被我訂的很慘 因為我發現他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當客戶打電話來反應說 他跟我們買的車有哪一些小問題的時候 他的那個第一個 回饋給消費者的是什麼 是質疑 假設啦我先假設 客人說我車沒電了 你是不是 車上有裝 其他的電裝品 你是不是忘記關大燈 你是不是 怎麼樣沒注意到 室內燈沒關 你知道他第一個反應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 我直播可能沒講過 這個是 車商最常有的一個狀況 就是當你發生狀況的時候 他們要先了解你為什麼發生這個狀況 找到突破口 來證明說 不是我賣你車的問題 所以他們會先 反問消費者 客戶沒電 你問那麼多幹什麼 你了解狀況你在哪裡 好我忙到我忙幫你安排脫掉車 我忙怎麼樣 你不要去質疑 那個事後大家在討論 我們現在遇到這個狀況 你事先你應該先關心說 你本來要去哪裡 會不會當不到你的行程 還是怎麼樣怎麼樣 你要先 站在客戶的立場說 那我快點趕快幫你去處理 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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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廠也會啊 當然他一定是要 理清嘛 比如說 你發生 你原廠保固不是一樣 你問題出了你 你回去 他先說你這個 當中有一次沒有回來保養 這沒有保固 你這個車上 火燒車 你車上給人家 失智加裝行車記錄器 沒有保固 一樣意思嘛 首要不是解決問題 首要是先找到突破口 我才不用負責任啊 你們老朋友來 恭喜你要當爸爸了 我兩條線了 多久了 那個時候我好像在高雄出差喔 你確定嗎 第一個反應 這就表明什麼 看能不能不要負責任嘛 是不是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是 這個是真的這樣子啦 所以我在講的是 那個剛來 那個服務人員剛來我這邊 上班的時候 為了這個事情 我雕他很久 因為那個是一個養成習慣的養成 他已經養成這個習慣了 所以 我要不斷的去 教育說 你不能再用這樣的 思路 去 解決事情 至於說怎麼規則怎麼就責 再討論嘛 對不對 大家的重點是問題 首要先解決嘛 一開始就在那邊 討論說孩子是不是我的 那你乾脆說好你要不要生奶啊 生下來 生下去驗 我給你賭 不是你就完了 先解決問題嘛 現在就懷孕了 太好了我要當爸爸了 你要生嗎 生下來啊 給你看看啊 對不對 我心裡雖然有懷疑 你生下來 我 幫你做月子 我這個慢慢照顧你 到這個生下來月子中心 我也出沒關係 生下來我再拿去 滴血認清 反正這個我就是跟大家 去分享啦 其實這種東西就是 二手車 沒有人 真的沒有人啦 包括我們包含科P 包含再厲害修理 修理廠的師傅 真的都沒有辦法 去預測 這種東西什麼時候壞掉 再厲害的電腦工程師 他也不會告訴你 你的電腦什麼時候會當機 真的很困難 真的很困難 問題就是在於說 我們給你多少的 承諾 有沒有做 做到就這樣而已啊 講難聽 我們剛剛雖然講原廠怎麼樣 可是 原廠也是要賺錢啊 也許這是他們 就是要把這個 法規 定得死死的 因為人多嘛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都會有 消僻鏈的嘛 我就講過了 法律都是為了那些 消僻鏈的 訂出來的 如果大家都很和平 就不用法律了 所以一定要把規格 訂出來 所以他會懷疑 是這個 難免的 監理 APP檢驗紀錄 第一次去年 11月 11萬 今年5月14萬 有什麼原因嗎 沒有那個要通盤看 省一節 那個要通盤看 就是要 配合他的年份 車況下來看 因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去年 11 然後這 這半年來開了 3萬 到底是為什麼 這個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沒有辦法通靈 你知道嗎 九千千米 800英尺 600英尺 我沒有辦法通靈 我也不知道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要通盤的 包含他的車礦 可能要佐證 原廠的紀錄 可能如果可以的話呢 去問全車主 去了解 這個狀況到底是什麼 因為很多東西沒有辦法單就一個點下去做判斷 還是要多方佐證 好不好 怎麼樣用空調可以避免風箱損壞漏冷煤 風箱損壞漏冷煤其實跟你空調的使用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你如果說 避免風箱有一些潮濕的味道 那可能就是 你可能要 定期的 習慣性的讓車去曬曬太陽 或者是暖氣要開 因為有些人其實 從買車到 賣車 暖氣沒開過幾次 所以暖氣其實要偶爾讓他跑一下 讓你的風箱裡面不要有太多的潮濕在裡面 油車 油電車 電車你會選擇買的依據是什麼可以分享的嗎 我跟大家分享 潘正問這個問題 我昨天不是去 開了從 從高雄開B4X到台北對不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直播結束嘛 插子充電對不對 我後來開上我的馬沙拉蒂 Push Start引擎啟動按鍵一按下去 好爽喔 我是不是太太All school了啊 你知道我 昨天一 這樣 弄到晚上八九點我上我的馬沙拉蒂 那個啟動鍵按下去 我就 我看到 整個都爽起來高潮起來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啦對我來說真的要我在短時間內 接受電車其實要調適看看 我也知道電車是一個趨勢但是我就是一直還不斷的在調適 所以其實我跟大家講我訂了台康以後 其實我中間我還有跟業務通過訊息 我說 我有點想要換凱恩國北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用未來的想法在訂這台車 我的猜測可能 一年的時間 因為那個台康要等14個月以上 那14個月以後也許真的 台灣的充電的 充電網就會 分佈的 比較健全 對不對 就比較不會發生我們昨天那種情形 也許啦我猜測嘛 所以我是在 提前部署啦 不要說超前 提前而已 因為很多人已經在開電車 但是我現在的心情還沒有辦法 想像的到 14個月後的我的 心情跟14個月後的 市場狀況 我沒有辦法預測 所以我真的覺得去訂一台車可以等到一年以上的人 真的好厲害 因為 14個月後你還愛我嗎 這件事情你女朋友都不敢跟你保證了 你問你女朋友說14個月後你還會愛我嗎 God game who knows 誰知道 對啊所以 我就還沒有辦法接受 我有嘗試的要接受 很難說 電車是未來趨勢搞不好是一時潮流 對啊那時候 柴油不是 柴油不是這樣 大家一直在推 狂推猛送柴油車 大家都柴油 現在柴油車塞出來賣 大家都落賽 19419馬3怎麼選 沒有看你自己喜歡 我會選馬3 我不代表你 我原本 影片裡面最早我會選focus 可是後來 我又試過馬3之後 我覺得這個東西 他沒有一定的答案 所以 當你們常常在問 比如說你們常常在問我說兩台車怎麼選的時候 我真的 有時候不太能夠給你一個 建議跟方向 因為我覺得人是會變的 就像 我有一個時期 我覺得我會選focus 可是 過了一段 我的人生生活型態 我的 想法等等 改變了 過一陣子 我後來後來發現我比較喜歡馬3 所以這種東西真的很難說 他不是一定的答案 就算我現在告訴你 我會買馬3 搞不好 明年我又覺得 Pocus比較好 真的啦 真的是這樣啦 所以 我還是跟大家強調 你買車就是買自己喜歡 千萬不要去 聽什麼 任何的節目 然後講了什麼 然後你去買 或者是哪一台 因為哪一台在促銷 你去買 我覺得那沒意思 你搞七天不是一樣嗎 對不對 你在那錄聽的 你不會錄到說 今天這個女生有特價 我今天點他 不可能嘛 對不對 你不可能 你朋友說這個不錯 然後你就點他 不可能嘛 對不對 你還是要自己喜歡 問問自己的心嘛 本田E那台我本來要買 可是我嫌他有點貴 而且他里程 其實 續航里程不高 然後我記得他的價位 跟BZ4X差不多 我記得沒錯的話 因為我也沒有認識 那個進口商 你知道嗎 我真的如果那個進口商 他願意給我一個 好一點的 漂亮一點的價格 我搞不好會想買 可是 我沒有不好意思去跟人家 對不對 我們人 就不喜歡去 講說 幫你 拍片 幫你宣傳一下 結束 處理一下 我們都不會去這種事情 對啊所以 就沒有 我真的有去研究過啦 我好像看他里程不高 我記得里程才多少而已 我真的有點忘了 反正不高啦 充飽店不高啦 所以我就買不太下去 要不然那個車我好喜歡 我之前跟大家講 我喜歡圓燈的車子 我看到圓燈我就受不了 又大又圓的頭燈 我就受不了 對喔 上次有一個新聞 跟大家分享 因為很多人貼給我 我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好不好 台中兩家中古車行 招控以 買車換現金 變相借款 民眾購車不必花一毛錢 還可以先拿到一筆現金 車主僅需付 車貸的一層 車行扛九層 條件是車的使用 歸於車行 不過令車主感到 很挫散的問題來了 車行經常拖欠款項 不繳罰單 導致車主有收到 多達62張罰單 遭融資公司政府機關吹討 甚至強制扣薪失業 已有10名車主向 台中定解署控告 車行 社 詐欺 侵佔 有沒有看到這新聞 首先這個案例 就是說 剛講的買車拿現金 那有一點像當人頭的感覺 有沒有覺得 就是你來跟我買車 然後比如說貸 50萬 然後你可以拿到比如說30萬 無錫 比如說啦 然後你每個月只要繳 一層的 還款 剩下九層 車行我來付 但是車歸我 有簽合約簽好了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有一點難告啦 因為 你們已經 預訂好的這個 交易模式了嘛 對不對 就是用你的名字 買車貸款 然後一個月 你付 一層我付九層 車子我來使用 我們已經 在合約上面把我們的 雙方已經談定的這個事項都已經簽約 就是這樣的模式 那當然你可以去追討 這個車商他沒有幫你繳 忘記繳貸款持繳 或者是罰單沒繳這件事 你可以跟我要這個錢 但是關於這個買賣方式 據我的感覺 好像沒有什麼 違法的地方 這其實很久以前就存在 你們以前有很多什麼買車換現金 有沒有什麼有的沒有的那種類似啊 那可能比如說我車商 我有車子嘛 他車可以去租人嘛 那這個幾個方向嘛 我是覺得消費者這樣子做事很不值得啦 很像你當人頭去幫人家貸款 你雖然好像你拿了錢 然後你繳了 不多的 還款的時候你繳的金額不大 可是問題是你的 名下有個東西 所以為什麼我每一次都在強調說 客人賣車給我們我們第一件事一定是過戶 過戶完馬上匯錢給人家 不會給你拖延 就是這樣因為 我不過戶 後面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過戶是一個產權 區分最簡單的方式 過戶就是 就是這樣子所以我為什麼會強調一定要 賣車給人家一定要完成過戶 款項一定要清楚 所以他這個方式就變成說你用 當人頭去買了一台車 然後 結果車人家在用罰單都寄給你 對不對 你有時候找我 找得到我的時候我就 抱歉我去繳 如果你找不到我 或是我擺爛不繳 你就很煩了 因為你的名下有罰單 你為了借那一點錢 而且我再換一個角度想 假設這個消費者他是缺錢的狀態 他需要現金 對不對 那你既然你車貸都辦得過了 那你去辦信貸或辦其他的貸款 你也辦得過你需要錢你就是循正常的管道去借 你本身你也借得出來 那沒有必要去用 買車 然後又換現金回來 然後來花用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去信貸就好了 貨跟整個三片出來 你不覺得很奇怪 然後第二個 問題就是那站在車商的立場 車商有什麼好處 車商的一個好處就是 第一個 他可以用這種方式把 庫存的車清掉 比如說一台車 外面大家都賣30萬 那今天有一個缺錢的人要來 買車轉現金 對不對 辦貸款當人頭 那我這個30萬車 可能外面大家都賣30我可以賣40萬 這邊已經先賺一手了 對不對你為了要換現金我再賣40 因為缺錢的龍心菜 他不會去說外面人家才賣30你怎麼賣我40 他絕對不會去看這個 我就是缺錢 好40OK你只要能夠 轉現金給我就好 40我OK 所以我第一個 我這個車 已經先掏掉 可能已經庫存很久賣不掉的 我在這個時候掏掉 掏掉以後我又有一個車可以來租用 租人家 租人家可以收錢 對不對站在車上的立場 他就這兩個好處 一台車他繳得出貸款萬一有二三十個人 你看像這個案子說有10個人去提告 10個人的時候 車商嘎不過來 可能他款項就繳不出來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不要去做這種事情 我覺得很無聊 好啦30分 大家晚安 下次見 大家晚安 下這首有提示 Tribune 忍揚 LINZ 你們